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聊聊中国最近引发恐慌的毒油事件。 这次事件让很多人对食用油的安全性感到担忧。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近,郑州的超市出现了民众排队抢购自营食用油的热潮。 很多人甚至在电商平台上购买家庭用炸油机,自己在家炼油来保证安全。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这次事件的起因是工业和食品油罐车混装事件被媒体揭发后,引发了各地的恐慌。 7月10日,河南的胖东来超市就因为花生油被抢购一空而上了热搜。 多位河南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很多顾客到胖东来超市抢购食用油。 一位代购说,胖东来的花生油已经断货了,葵花子油也仅够售卖几小时。 视频中显示,众多顾客在超市门口排队等待抢购食用油。 一位视频拍摄者说,胖东来排队中抢购胖东来的压榨食用油。 抢到货了,这是胖东来的压榨花生油,这是胖东来的葵花子油。 郑州居民刘立12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独油事件发生后, 很多人才意识到食用油和其他食品一样存在致病风险。 他说,现在留在灶台上的油像塑胶一样,以前没有这种情况。 以前住老房子,没有抽油烟机,油滴下来是成油形的,现在不是。 现在都是护状、胶状。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医院越来越多,药店越来越多。 有些民众考量个人健康,开始购买家用榨油机,自制食用油。 电商平台显示,过去24小时内,多款700多元的榨油机均超过100人下单购买。 据时代财经网站报道,在社交平台上,不少消费者针对食用油安全问题发帖, 有些选择购买进口食用油,有些则开始自己炼油。 在小红书平台上,关于家用榨油机的笔记超过1600篇。 东莞居民麦女士,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她特别担心有毒食用油,对老人的健康影响肯定担心,谁不担心啊。 我这里有很多老人。 我看到新闻,好多人在议论。 有人说,用油炒菜热了以后,冒火就是有没有。 某进口由淘宝旗舰店的客服,对时代财经透露, 混装油事件发酵后,店铺销量直线上升, 尤其是这两天猛增,差不多几天卖完了一个月的货, 现在店里库存已经不多了。 目前,京东、淘宝等平台上已经搜索不到 涉及混转油罐事件的汇服和中储量旗下的食用油品牌金鼎产品。 据多家媒体报道, 7月8日,金鼎淘宝旗舰店内的所有食用油产品均已下架, 截至7月10日,该旗舰店已无再售产品。 毒奶粉事件受害患儿父亲郭利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贝斯食品不安全事件,层出不穷,屡禁不止, 其原因就是没有严格执行食品安全法等相关法规, 这犹如三剧情暗毒奶粉事件一样,会永远持续下去。 在中国的食用油市场,国企占据主导地位, 一海家里品牌金龙鱼、中粮集团的福林门和山东鲁花的市占率合计超过60%。 近期,新京报曝光了一些油罐车,在装载过工业用油后, 未经清洗又直接装载食用油的事件,引发了舆论谴责。 接下来要说的是中国最近发生的暴雨水灾, 以及郑州金水河互泊坍塌的事件, 这件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 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最近,中国多地出现暴雨和水灾, 郑州金水河的整治工程却在竣工仅半年后出现塌坊。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郑州本周的大雨后, 金水河与紫荆山路交界处的沪泊出现了长约5米, 宽约4米的塌坊,大量泥土滑落。 当地居民表示,雨是很大,但水位并没有涨到塌坊处。 郑州居民郑先生告诉我们, 自从三年前,郑州发生720大水灾后, 他特别关注排水防治相关的消息。 他说,金水河在贴磁砖之前, 是一条杂草丛生,像抽水沟一样的河道, 修缮后,表面看起来很漂亮, 但没有排雨水的管道, 没有起到防洪排涝的作用。 每次大雨,郑州东部的低洼地区路面就像河流一样。 郑先生还表示, 消息出来后,当地居民感到担忧, 对政府花大钱建设的承诺没兑现, 感到不满, 但敢怒不敢言。 他说, 现在不能妄议中央, 连说地方政府什么或提个意见也有危险。 他们不解决问题, 只解决提问题的人。 公园里很多老人都不满, 只能借股粉金, 不敢说现在的不好。 郑州市城管局解释说, 他方的河坡属于地铁保护区域, 不在金水河整治工程范围内。 官方还表示, 他方是因为大雨造成的, 他们已经及时处理了受损的步道。 然而, 这样的解释并没有平息网民的质疑。 许多网民保存了原报道的截图和相关照片, 在微博等平台上转发, 继续质疑花25亿整治河道的工程质量问题。 博主4万公里暴走哥说, 郑州的金水河改造曾经上过热搜, 投资这么大, 老百姓这么关注的工程, 哪些地方属于它的范围, 应该有个明示。 总不能不出事就属于, 出了事就不属于吧。 博主美姐爱劳道说, 如果工程质量过关, 为什么半年就塌方了? 完工后, 相关部门的专业人员难道没有进行验收吗? 花了这么多钱, 现在出现了质量问题, 谁来负责? 博主石斗哥说事说, 河里的水根本没有涨到塌方的地方, 河坡是怎么塌方的? 不到又是怎么损坏的? 难道是老百姓太重了, 把河坡给踩塌了吗? 这25亿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时事评论员王健认为, 这次事件反映了在独裁政府下, 政府不接受社会监督, 官方负责的基建工程不受监管, 导致腐败和质量问题。 他说, 中国的基建投资按最高标准设计和拨款, 但没有监督, 可能最后20%到30%的工程款 是用来做工程的, 大部分被贪污掉。 结果不就是一年不到就崩塌吗? 水灾是最好的检验。 中国独立评论人士季峰表示, 这次网民的批评没有被官方完全屏蔽, 可能是因为这次事件不涉及中央和政治敏感性。 郑州政府只能屏蔽当地的言论, 但无法处理非当地的账号和言论。 下面要聊的是, 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 和近期引发广泛关注的几个个人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订阅、点赞, 并在下方留言分享你的看法。 今年,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 大学毕业生毕业及失业的情况非常普遍。 许多人找不到工作, 只能打零工, 感叹生活太难, 甚至在大街上失声痛哭。 更有一些在大型国企工作的员工 被无预警裁员, 自己都意想不到, 一个星期的时间人憔悴了很多。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应届毕业生的情况。 据大纪元报道, 2024届中国大学毕业生现在正走出校园, 但毕业及失业的情况在全国各地比比皆是。 在上海打工的圆圆近日发视频表示, 她弟弟是今年的本科应届毕业生, 实习结束后回到学校写毕业论文, 拿到毕业证书, 但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 她说, 弟弟说, 他们宿舍四个人, 没有一个人找到工作的, 都回家去了, 要么回家准备考公务员, 要么准备考研究生。 她弟弟的专业是软件开发, 投了很多简历, 但没有得到回复。 反而很多房产销售, 主动找他们这些英界毕业生。 她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来投靠他。 他们一家五口人, 租的是两室一厅的房子, 只能让弟弟先睡客厅, 等找到工作再租房子。 弟弟说, 手里只有三千多块钱, 不来投靠他的话, 在上海找不到工作, 一个月都待不下去。 根据官方数据, 2024年, 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 再次创下历史新高。 根据支联招聘平台近期发布的 《2024年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 《2024年高校毕业生》中 一半以上工作没着落。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 专家警告说, 失业问题继续恶化, 爆发社会动乱, 恐怕只是时间问题。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安徽一位80后博主的故事。 近日, 安徽80后博主糯米发视频, 在大街上失声痛哭, 生活太难。 他说自己真的好累。 他本科学位, 目前已经失业一年多, 一直找不到工作。 每天靠打零工过日子, 生活非常艰难。 他说, 我一天打着几份工, 但工资仍然不够家里的开销。 每天睁眼想房贷, 闭眼想车贷, 还有孩子的开销, 家里各种开销等。 每天脑子里都在想着赚钱, 真的好烦好累。 有一种活不下去的感觉, 为什么现在生活这么累? 最后, 我们来看看天津一位女性的故事。 天津人子墨通过自媒体表示, 当他得知自己的丈夫被裁员时, 直接震碎了我的神经。 他说, 要知道, 我老公的单位可是国企的大单位, 人员很稳定, 很少有裁员这一说, 除非是本人自动辞职, 或者是调离岗位。 但在五月份, 人事部门的负责人专门找到了他的丈夫, 约谈让他尽快离职走人。 甚至连赔偿京都提前算好了, 态度就是, 要他这个月立刻马上离职走人。 他说, 这么大的一件事, 他的丈夫当时听完后, 脑袋直接蒙圈了, 完全不敢相信自己会被裁员。 他用了整整一周的时间来消化这个事实, 才慢慢接受。 他憋了一个星期, 才把这个消息告诉他, 短短的一个星期, 他憔悴了很多。 感谢观看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订阅、点赞, 并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见。